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安 我早安 还在睡吗 我是台湾主 新人哥 我是东北条 因为台湾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几乎是从2017 2018的时候 刮起了一个旋风 政治性的直播主 而且是庶民出头天 不是说要辣妹帅哥 怎么做直播主成为有影响力 有粉丝的人 在台湾很特别 当然今天有几个重点的议题 高端兼在立法院要进行专案报告 他怎么攻防 其实倒数四天的这个时刻 很可能会影响了整个选情的发展 民众想知道 我当初打的疫苗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的纳税钱有没有黑箱在里面 这不是资的权利 这不是赖金德自己说的 人民当然有资的权利 那今天我们后续会持续来观察 到底高端的合约 有没有可能公布 这当中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黑幕 需要大家来把它查出真相来 但因为选情倒数 找两位来 当然是觉得这个当中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没有刻意想要去 外面那形容这个心情 就是说很多都是当年的好朋友 在选举当中呢 互相支持 互相相挺 修挺 那大家如果各有支持 都是互相尊重 那只是说在网络世界 特别容易互相攻击 像我就知道 最近动尾条被出真 的蛮严重 那因为其实大家都有 自己的政治的取向 没有谁 一定非要别人怎么样不可 那我先从 我们盘古开天开始好不好 讲讲故事 为什么两位会成为直播主 而这个名字 比方说一个叫杏仁哥 卖杏仁茶 我知道 动尾条是受不了 如果翻成国家受不了了 台语都动尾条 到底为什么受不了 为什么各自都可以拥有一片天 那最高最鼎盛的时期 有多少粉丝数 那当时当然被称为韩 标题的话就不会只是讲直播主 就会说是挺韩直播主 也可以说是一个韩流的现象 其实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当初这个 动尾条哥 是因为中天 有到这个韩国瑜的造势场 在美龙 其实在美龙 那我看到这个中天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很激动 动尾条 动尾条 因为他看到韩国瑜 然后那种讲话的散发出来的魅力 又关到中华民国 又看到旗海飘扬 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感动 这个我是有 当时没有任何的党籍或政治倾向吗 完全没有 我跟你说 当时我手上拿一支国旗 那么就这么收巧的 中天就来访问我 我说这支国旗快不见了 大家如果再不救这支国旗 国家会完蛋 所以我受不了了 我动不掉了 就这样子 然后就 就一百多万点月了 那就这样 那就出来了 那我也是 就开始从YT上开始直播了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YT 我最开始直播是 在美龙那一场 我被开发单 因为中天那个时候要请 有三百多单的摊商 所以要找这个摊商来做采访 没有人看 我们高雄非常的绿 那只有说我来啊 反正我早就 就穷到就只能卖新人茶 那把所有的怨言都吐出来 结果立刻引来警察来对我开单 那开单之后 这个媒体觉得这个是有话题性的 它是选择性来对一个摊商开单 之前在阿扁时代 我们这样摆摊是很受欢迎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是韩国瑜的场子 民进党那时候好疯狂 就国瑜夜市跟着到处走 那个时候还在后面 那因为后来我就学习怎么用FB来直播 我发现这个韩柳的现象还蛮不错的 有直播有谈到韩国瑜 那个都有流量 那后来才当韩国瑜 而且你们都变成偶像 好多粉丝 那个时候 最多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前一个多月我去支持民众党 他们有五千个小草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从八万六一下子跳到九万一千多 那是最高的一次 可是最近我又回来了 对不对 他们就开始给我退了 我跟你讲 我离开国民党那一个多月 国民党的支持者 我的粉丝几乎都没有跑 很奇怪 很秀锦 他们知道我会回来的样子 然后我到了民众党之后 我一回到国民党 民众党的这些年轻人 这是血气旺钢 我不要理了 我要退了 当然也有没退了 那就退到现在八万九 那你之前最2018那个时候 可以到最多到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很少 那个时候才一两千 一两千 是现在才变这样的 以前才一两千两三千 现在回到了八万九 现在八万九 表示说 表示说有很多小草没有离开 加油 他们还是跟着我过来 有可能 那当时杏仁哥那时候 我知道在高雄的时候 他是算是 他是比较有名气的 走到哪里都有 看玩笑 他五五将 他五五将 我不是五五将 那是有一天 邱逸还弄错 说五五将 都没掉 奇怪 我什么时候变五五将 他是真正的五五将 所以最风起云涌的时候 杏仁哥当时参与的状况 我从韩国瑜在选市长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喜欢韩国瑜 然后追随着韩国瑜 然后后来他选上市长之后 我们从追随他 然后保护他 因为在那个时候 韩国瑜在市议会备训的时候 经常说到民进党 我们都知道 民进党今天要拿什么议题来攻击他 那我们这些人 对啊 所以我们都会去到议会去关注 然后看到这个民进党 拿那个定海神针 拿龙袍来消遣南过瑜 我们就会动一条 然后就会 在这个议会三楼 我们就会拍窗 就会很愤慨 其实那个阶段 还算蛮好玩的 而且到大选的时候 我看到好神奇 就是到处都看到韩粉直播主的面孔 然后每一场直播的流量都很惊人 哇那个时候真的 我最高这个直播在线的数 还达到两万三 在线哦 不是主流媒体哦 只是自己的直播 刚好是有一些议题 然后对上了 那其实这一路走来 支持韩国瑜 你看啊 我觉得韩国瑜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真的 重情重义的人 那你私底下跟他讲话 他是眼睛非常有神 盯着你很诚恳的盯力 把话说完 他是这样啊 那我 我 从支持他到现在 韩国瑜 那我觉得说 这个人有情有义 不管他现在是被罢免之后呢 在城前 或是他做公益 我们这些直播主 没话讲 还是讲韩国瑜 一直讲 讲了四年 所以你还是认为自己是韩粉 我说实在的 他虽然韩国瑜曾经也跟 在你的节目说 没有韩粉 急于保护我们 因为有时候我们韩粉 很容易受到媒体攻击 我们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改变 这个是事实 这个也改变不了 不会改变 对啊 那韩粉 那韩粉就是支持韩国瑜 这个韩流所凝聚出来的一种现象 然后我们追随他的理念 到现在 可是现在 自从他 总统没有选上之后 然后他又被罢免 然后受到一些 我觉得他沉浅了 我们这些直播主 为了生存下去 好不容易建立的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还是 四五年来不尖端的 都是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 甚至有一些 就是会得到一些打赏 抖内啊 或是我们自己 自己也会卖一些东西啊 那因为韩流的现象 让我们也可以有一些 不一样的收入 那这些年过来了 韩国瑜是让我们很自由的 你要怎么去提到韩 他都没有去 所以韩国瑜旋风还在吗 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在 他是在的哦 而且哦 我跟你讲 他 你看他这样子 他是会跟我们会有互动的 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的电话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显示电话号码 我以为是诈骗集团 结果我一接 都说我是韩国瑜 我吓得一大调 然后他就跟我鼓励哦 他说 东哥 东北条 你辛苦了 简单一句话 那个是大概两年前 然后 然后因为这一句话 让我永远跟着他 不会再跑了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 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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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平常都没有跟你见过面 但是关键的时刻 那个时候我好像为了什么 在上电视 他就特别给我一个 一个信号 就打给我 我就心里就很温暖 所以我觉得这种 这种领袖人物真的是 赞 不过有一些事情 我必须要跟所有人告知 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这些直播组 韩国也是让我们很自由的 自己去发挥 不管有没有伤害到他 他都还是很有情有意 感谢尊重大家 真的是感谢 感谢 也是给我们很自由 可是现在我们期待着他 回归政坛 他曾经也说过 他准备承担任何重要的职务 为了中华民国 不惜粉身碎骨 我脑海子 都还是这句话 现在他回归政坛 他正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们绝对不能离开 在最关键的时刻 因为现在是 2024的总统大选 那韩国瑜也接了 不分去第一名 那我们曾经都是 因为韩流 韩国瑜 我们直播到现在 大概有四年的 也有五年的 所以在韩国瑜 最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们应该带着韩粉 来支持韩国瑜 而不是离开 因为有很多人讲 如果硬要酸 要分化 都说哎呀 直播主也是看流量 哎呀 或是看利益 等等的 那但两位 比方说动不掉 我不认为 我完全没有 因为第一个 说到我已经是退休了 那我现在做直播 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高中的教官 教官啊 高中教官 我中立高中的教官 那你教学生也会说 动不掉 动不掉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这个名称 那我在 我在教官界也有 至少有22年的时间 所以说后来我退休了 我现在是 等于是非常自由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没有 任何的压力 终身奉 对啊 所以对我来讲 好像我可以精心尽力的支持韩国瑜 一直追随着他 对 那我们 我线上那八九万人 也跟我一样的心情 他们看我掉眼泪 他们会跟着我掉眼泪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 同样的心情在追随韩国瑜 因为真的很特别 这种所谓的直播主现象 几乎是从二零一七二零八年 开始刮旗的嘛 那所以当时的上一次 换我也被出征的时候 是我们讨论 到底什么是韩粉 这件概念 是庶民的大起义 是一种对于现况制度的不满 对于中华民国 想要拥护的 对 共同的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那这样所谓的 那韩粉 会是因为什么理由 会去改变 或是改变决定 或者是不同的意向跟知识 像动北条就是一个指标嘛 你自己 这我的政治理念 应该是只有这个 没有其他个人 私人恩怨 或者是利益关系 我个人来讲 我是没有的 我是完全是政治理念 比如说这一次我在民众党 为什么我要回来 因为我看到了柯文哲 做了两件事情 我非了 我一定要离开他 第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中华民国 建交的几个国家 这个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是很正比的 你关系也好 我们建交国就会 可能就会比较稳定 建交越不好 建交国就会越少 他说即便建交国等于零 他可以接受 那是代表 你可以跟中共打架都没关系 因为你准备归零 那这样的话我太恐怖了 我不能支持你 这个是我回来的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理念 所以还有一点 我当着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的面前 我问他一句话 我说如果今天你当选总统 那么蔡英文 庆祝兰书的很多贪图事件 如果真的查有时政 你要不要亲自来办 他给我的答案是 公布给你们看就好 所以我听到这句话 我完全丧失信心 我一定要离开 因为我今天之所以 会成为直播主 是为了要下架民进党 来支持 不管是谁 下架民进党 要把弊案找出来 但是现在你如果告诉我 你不会自己去办弊案的话 那我 我没有办法支持你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我离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跟个人的 是恩怨的五官 跟利益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为了国家 那照昨天在家的一个理由 这是我已经离开之后的理由 我们线上的朋友 你们可以拼拼理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十二不赦 把他给强奸了 把他给杀害了 甚至于他家里的人 他妈妈也被他强奸 也被他杀害 怎么样十二不赦之人 一旦判处死刑之后 你知道柯文哲是主张什么吗 他可以让他不必死刑 也就是没有死刑 他可以接受 他要换成什么 他换成终身监禁 有一句话 从罚的方法 对 那有一句话叫做 零到六岁国家养 现在再加一句 杀人犯也国家养 可怕吧 柯文哲能支持吗 绝对不能支持 你支持下去 大家都不怕死 反正杀人也不会死 国家还养我 那整个社会不就乱了吗 所以不能够 因为一个人的魅力 而坚持支持 你要知道他的政治理念 对人民是否有益 这一点太重要了 费死这可能是这次大选很重要 而且出乎意外的话题 对 民众的很多对议题 会去对国家大政的看法 超乎大家的想象 对于我们切身的议题 其实最有感受的是这些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在讨论这个直播主现象 刚刚当然大家要支持什么人 没有一定 非要怎么样不可 但大家总有一些选择 总有一些依据是什么 那像我们只要讲的是 他的想法 他的依据 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董北条加油 Luccia Luccia健 谢谢董北条回归 G13号 侯康汉 我汉粉 我头三 谢谢 谢谢 所以啊到底什么是汉粉 韩粉就是爱国 爱国 爱这个中华民国 然后再来支持 真正能够为国家奉献的韩国语 这样子这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 韩粉绝对不是韩国语一个人 说控制的 又不是部队 他不是控制 又不是发薪水 又不是他说什么 别人就听听他的 但是我们会喜欢他 就是因为他有个中心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点 就像我喜欢悬兵 他算是取人的 因为我喜欢韩国语 他是有他的政治魅力 还有他讲话的那一种态度 然后我会觉得说 哇这个真的 他讲的话可以深入我心 然后感觉到 回来咯 对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今天邀请两位直播主 刚刚谈到所谓 费死这个议题 由王欣宜 卢志强 昨天开记者会 宣布他们要成立一个 反费死联盟 接下来也还邀请候选人 来进行签署 他们支持的立场是 要费死 还是不要费死 他呼吁 候选人能够表态 刚刚当栋北调师说 他听到跟柯文哲的对话 那是不是 他主张是什么 要不要用签署 或公开的方式来表达 这就是候选人自己要做出来的 但我们刚刚在讨论到 这些现象的时候 这真的是非常特别 就是说 韩粉现象是什么 我上次光问什么 是韩粉 那韩粉是可以骂一骂 韩国语 然后讨厌他 然后就还是韩粉吗 那韩粉不是应该是 针对一个某个认同吗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如果是对一个理念的 一个对庶民的 对中华民国的那种热情 那种热爱叫韩粉的话 那当然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 我叫你要往东往东 所以往西往西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自然有自己的判断跟选择 那两位为什么到现在还愿意称为韩粉 也有你们的理由 杏仁哥 我其实 我很简单 我就是 韩国语出现 让我看到希望 然后他的政治魅力是 真的深入我心 那我是追随韩国语的理念 一开始我就喜欢韩国语 他的讲话 他的态度 那种种就觉得说 哎呀 真的是 把他视为偶像 在政治界 他是一个 我的心目中的偶像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单纯的韩粉 所以一路到现在都没有变嘛 对 那东哥 我也没有变 请问一下 看你被出生的时候的心情 因为你生于网络世代 有很多支持你的时候 像几万人在线上那种感觉 跟突然间被刷屏骂的时候的感觉 其实 因为你现在说出生刷屏的部分 基本上我是没有看到 我是没有知觉 因为我也不晓得 你现在讲的这件事 可能你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那 其实 我离开民众党回来 很多小草 跟我之间是有感情的 我离开那天我有掉眼泪 你看 才跟人家相处了一两个月 怎么在掉眼泪 我这个是很重感情的 所以那段时间 我是真心诚意 在帮科匹 而且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帮他打字 而且自己都打打的 权重化民国 没有人像我打这么大的字 在旁白的 他所讲的内容 我全部都打旁白 我晚上两三点才睡觉 都为了打他的字 所以说那段时间 我跟小草们 都处得很好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被出征 虽然有 有看到少部分的人在骂我 有 但是我就感受不到那种出征 那很多人在上面就留言 不要出征动哥 不要出征动哥 退订就好 很多 我看到很多这样 所以说我现在还有留了 两千多个 所谓的小草 在我那边 那我也是希望 小草朋友们 真的 这一次要下架民进党 回来支持国民党 就这一次就好 关键的一次 我们小草们 就这一次就好 拜托 对 真的我觉得是 很有趣的现象 请问你们觉得 韩粉跟柯粉 尤其是杏仁阁 那个时候的 这个经过的 更深入一点 韩粉跟柯粉 您认为 大概有多少重叠 那根本没办法算 每次我被媒体问起的时候 我都回答说 这也不是登记户口 谁知道 重叠的应该不多 但你们 对 所以我才问 你们两位觉得 七成 七成 他一百个里面 有七十个 都是来自于 民进党的支持者 年轻人 有三十是 中间跟男 你的分析是 对对 那是我自己过去 做我的感觉 那那个 七十的部分 你想要动它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所谓的小草 是指 蓝跟中的 那些小草 那个七成 你动不了 动不了 那个多坚定 我现在看到 那些小草 很坚定 就看到他 这样在拥护柯文哲 其实我有看到 我们的影子 因为曾经 支持 哪个政治人物 就是支持 那是因为有 韩国语 这种 有一种 这个超级巨星的魅力 有那个特质 然后我们 大家在追随 然后媒体就会 因为我们就是 一群韩粉 韩粉的由来 出钱出力 自己去制作 看板或干嘛的 真的 对 那当初的 我们 现在我看到 柯文哲 一样有那一种 那一股魅力 他吸引的是 比较年轻 族群的 所以我看到 他们的那种热情 有看到我们 当然我们过去 这种韩粉 热情更是不得了 等于是现在 这个柯粉的 十倍 真的有十倍 因为那个时候 还有韩国瑜小物 韩国瑜也 不定是 你要用他的 肖像 然后制作一些 衣服 国际小物 什么都OK 有关韩国瑜的 图像 能够帮助大家 有一点收入的话 对 就是 就是让 我们这些 庶民老百姓 可以有一些收入 所以他是一个 很棒的人 那个柯粉 他之所以那么样 执着在柯文哲 其实是有原因 我有发现有一点 比如说柯文哲 他曾经讲过 他说他当市长期间 他所有的局处所长 一定是用选举产生的 他说这些人 如果光拍 我个人拍 柯文哲马匹 是没有用的 你要去拍一堆人 所以你平常做好一点 人家都会偷给你 所以由于这种说法 会吸引 很多柯粉 吸引过来 认为他是一个 很优秀的 很好的领导者 可是我发现 有一个问题 没有错 大家产生了 都是用选举产生的 可是当他产生之后 当你意见 跟我柯P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马上 就把你给换掉了 而且这种换掉 速度是很快的 其实我是赞同 哇柯P好棒 第二次的棒了 不行就换掉 换好的 局势所长来 完成他的任务 我也被他吸引了 可是他出现第三点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 吴云林你换不掉 这个我就是必须要离开你 因为你就是会屈负于帮派 屈负于所谓的什么潮流 什么潮流 什么那些什么势力 所以说这种领导者 也要小心 这个不能跟了 那有一件 我想要跟东哥讲 其实离开柯文哲的这个 应该有很多原因 当然他的功劳最大 因为那天跟我谈完 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马上就发现 这个所谓的邦交国 等于林这个问题 我马上就离开 还有 还有 我看过他的直播 他因为 我为什么他 这个韩粉追随韩国瑜那么久 他为什么韩国瑜 只是没有出来选总统 他就去支持柯文哲 你应该追随韩国瑜 那这个 因为 我就想要去问他 因为我讨厌 那个时候我讨厌侯友宜 因为他 他长期都在欺负我们韩国瑜 我受不了 事实上 真的以我现在了解 不是这个样子 好好好 那 我就跟他说 东哥 你最爱的政治人物是谁 他就说韩国瑜 靠要搞我感官 我也是韩国瑜 那 韩国瑜 你现在在柯 柯粉那边 在小草那边 支持柯文哲 你知道吗 他身边有很多 都是曾经罢免韩国瑜 或是辱骂韩国瑜 羞辱韩国瑜的这一群 对 那他 韩国昌 我就是唤醒他 不对 这一点很关键 他说那边都在罢免韩国瑜 唤醒他 然后 我再丢一些资料给他 其实 你说 有一些谣传 就是说 民众党 总统支持柯文哲 然后 立法院 就是支持 韩国瑜 本来我也是这样 对民众党会支持吗 那我就把一些资料丢给他 这也是柯文哲自己本身说的 他们并没有对韩国瑜说支持他 没有承诺 假极动员令 没有承诺 在国会会发起这个 假极动员令 来全力支持韩国瑜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承诺 我把一些资料丢给他 这个也是 后来我又唤醒他过去对韩国瑜的支持 他也说把韩国瑜当成亲大哥 我就是用这一点 不断的唤醒他 结果 东哥 在我一个多小时的解说之下 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解说 厉害了 对他这个人厉害了 该睡了 他把重点 重点让我觉醒了 然后 然后在里面再加上 我自己跟柯P 面对面接触 所问的一些答案 我也是 其实我在心上是 有点疙瘩 我还是有点隔隔不入 他们那边喊冻蒜 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我们这边是 韩国瑜冻蒜 侯友余冻蒜 侯友余冻蒜 他们不是 唯一的选择 都是这样子 没有像我们一样 大家各有自己 都有特色 但我想问说 假设你说有 你认为你观察 在七成左右 韩粉 对 跟柯粉 他柯粉大概有七成 七成是民进党来的 民进党的 然后三成才是有可能 跟韩国瑜重叠 对 你如果气饱的话 这七成如果回去 赖金头 其实也是蛮危险 这也就是民进党 现在不想开返乡专车 不想鼓励年轻人 回乡投票的原因 对 你们有七成 都是民进党 所以其实真的重叠 到韩粉 可能是三成 三成 我是认为 现在大概 还在柯粉那里的 韩粉 比较少了 已经 我回来之后 应该又跑到一些了 我过去 有一个说法 但我真的是没有 没有办法可统计 我只能说 用你们实际在地方上走 或跟民众接触的感受 有一个说法说 其实九成都已经回归了 有可能 我认为有可能 因为我回来之后 我得到 我接到很多的电话 花莲 台东 不管那个地方 打给我 东哥 跟着你回去 跟着你回去 很多人给我这样回应 所以我知道 一个人打 他只能代表的是一群人 那种心思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 九成回来 有极大的 极大的信心跟可 那韩国瑜的说法 有说服你们吗 他说 重点是要赢吗 有 是会赢的选人吗 有 这一点很重要 对 你也是吗 对 一直都是 韩国瑜他每次讲的话 真的是 都是讲到我们这些 粉丝的心肝里 那我之前也认为说 蓝白一定要整合 然后整合就 赢的几率就 大概有九成 那如果没有整合成功的话 等于是两边都输 可是 现在这一段时间 蓝白破局之后 这段时间看到 国民党的努力 还有团结 在地方上 我都有看到 他们的努力跟团结 所以我觉得说 赢是有机会 有希望的 那反倒是 阿伯 阿伯这边 我觉得他们 跟过去 这个要让我好好来讲 为什么我会觉得 他们不会赢 我真的 成绩是个韩粉 那我们输的原因 我真的有去 深入的去了解 那 因为 因为从南到北 我每一场 赵市场都有参与过 包括很多社群 很多组织 地方组织 他们也是每一场到 其实 如果说 以数据来看 其实 韩粉就是 从南到北 都是每一场都到 那你整个 韩流就是那一些人 就是那一群人 你没有组织 动员能力 那也 好像说 就是 不容易扩散 而且这是从 有很多人的快乐 他告诉我 很快乐 向尊 每一场 南北到处跑 当做我出来玩 这是那一群人 问题是 再要再扩散的时候 热情是有的 很铁的粉 是有 然后加上一些操作 跟政治议题的时候 中间选民 或者是其他年轻票 就会被排挤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阿伯 现在他们一样有那一种 有那一种旋风 就像韩国瑜说的 我看到的也算是一个空气箱 看到我们过去 我们是怎么输掉的 我们以为我们 大家看到都很热情 就像家人 我们都是韩家人 很铁 我们人很多 每场造势 就那么多人 我们都以为我们会 结果都是那一群 结果从南到北 就是那一群人而已 现在柯P就有一点这个现象 对 我跟你讲 我这样一讲之后 我们柯P的小草 有人跟我怎么讲 他说不对 我说什么不对 他说因为 我们在现场 虽然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我们线上十万 我就说好 那你要讲线上吗 好 那线上十万 就十万票吗 他说是啊 我说好 我们看一下博恩夜夜秀 我们的柯P 最多的一支影片 一百一十万 好 那就一百一十万票好不好 我们的赵少康是一百六十八万 那你还是输了吧 一百六十八万是赵少康的 那如果你要看那个点阅数的话 那赵少康还是赢了 柯P还是输了 你不能光看那个点阅数 来决定 他们被我说服了 现在选战的模式越来越不一样 社群空战跟陆战 空战等于陆战吗 不等于 陆战等于空战吗 两个两个不一样 连在一起 那怎么样才会变成选票 这个民党很会打选战 但这一次恐怕他们也抓不住了 因为他三个嘛 三个都已经抓了 对 本来是以为躺着选 蓝白分手之后 对 但现在的确大家没有人知道 会怎么发展 有这种心情 在地方上跑的感觉怎么样 我这里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说以前韩国瑜选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团结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游览车 那可是现在我们有游览车了 告诉各位 选办法规定 游览车便当合法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各县市 我把它关掉 这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游览车再来的 譬如说我们昨天台中厂 下来十万人 那个十万人全部都是台中的人 几乎 然后我们前天是在桃园 桃园来了六万人 那全部几乎都是桃园 因为我看那个 带那个什么离 什么离 我都知道 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 代表你办一个活动 十万就是十万票 五万就是五万票 很确实的 会到现场来的 一定很铁 一定很铁 然后你看科匹的 就不一定 科匹就跟当时韩国也是一样 这一群人 譬如说一万人 到这里也是这一万人 到那边也是那一万人 再加上当地的一些而已 那所以 那你这里一万 这里又算一万 那你把这一万 重复的再算 那这个就没有票了 那我们现在国民党不一样 大团结 所以每一次的造势活动 都是来自于当地的选民 所以这个时候我看到了 国民党会赢了 信仁哥呢 在地方上跑 尤其是在高雄 对 那个氛围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在现场 我光看画面的话 例如高雄三组候选人 都在那里办造势 三组看起来人都很多 而且看起来在街头上面 不管扫街什么的 那种群众支持度的热烈 都很热 所以高雄会 观察起来不一样吗 真的 我从高雄市政 市党部 看到每个议员 跟每个里长 他们整个都动起来 这个叫 国民党大团结 组织动员能力 都已经展现出来了 那之前我身为韩粉的时候 我都会笑 你看啊 民进党 造势就那一些人 然后他们都是领便当 坐游览车来 其实人家有这种地方的组织动员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都会笑 就像现在 那个阿伯他们说 你们有领便当吗 都没有 我们都是自愿来的 当初的韩粉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都是自掏腰包自己来 可是我们缺乏了这个 国民党的那种组织能力 动员能力 当初的国民党 的确没有很支持韩国瑜 没有很团结 这是事实我所看到的 可是这一次 我看到国民党团结 那韩国瑜也回归国民党 然后我们也跟着回来 所以我觉得 胜算还蛮大的 其实组织动员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动员来的 都是一些像国民党的 里长动员比较支持 他的里民啊 就会比较偏蓝的 他才叫的动 那从里长议员 甚至于到立法委员 大家要仔细想一想 我们国民党 他有14个县市长 然后还有36个立委 300多个议员 那全台湾如果这样的 动员能力 站出来 一个市长或一个县长 他代表了多少票 如果他们真的动起来 那个是非常惊人的 300个议员 我在高雄 包括我看到 谢龙杰他们 地方的这个组织 大家都真的动起来 而且每一台游战 你有感觉南部的风向 在变了吗 有有有 兵党想要南票北捕 他过去的策略 是这样讲出来 蔡英文在高雄说 要喊出高雄开百万票 你觉得感觉 在地方上的氛围怎么样 这个真的是 变了 有在变了 有在变 因为布隆小区 这个民进党在南部 走水溪以南 这个民进党就像是一个 LV 这么有名 人家说没有一个西瓜 就会动算 其实长期 民进党对南部 这些人 南部人 比较顶 比较高费 所以我看到民进党 他是怎么跟 接地去的 这是国民党学不来 比如说 这些民进党的议员 或立委 看到你会 明明就不熟 就跟你很熟 哎呦 这个哪位大哥 好久不见 旁边一定会有他的朋友 他来我的国家 让我放地 这久都没记住 他就比较联络 虚寒温暖 那国民党就是 谢谢你的支持 就很单纯的 很精确很单纯 风格不一样 风格就是少了一个接地去 所以长期以来 南部人就吃民进党这一套 所以说 可是因为经由这八年 真的是越来越可以体会出 民进党开始在骗 他们就是在骗选票 然后欺骗台湾人民 这个他们开始 废除特征组之后 觉得说什么都要赚 赚到人民 百姓像鸡蛋也要赚 口罩也要赚 这真的是 人民有感的 觉得你民进党真的是 全台湾有六成都希望政党沦地 南部一样 大概也非常多人 感觉到身边风向在变了 对真的想要政党沦地 开始有那种讨厌民进党的迹象 案盘太多了 你看那一次 不久之前那个录音代不是讲吗 政府希望七百块是一个定价 你说董事会被公布 对啊高端 我请问大家 还有还有当一个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买方 我还有告诉你说 不要低于七百 好拜托 想救是个我爸 大医师都搞定开律 还有陈大医师就是那个 不知道不知道 不晓得是谁 还有最好是三百 那有说什么七百 不能低于七百 低于五百六百四百不是更好吗 那有说不能低于七百 这都是安排了 所以难怪我们要当他下台 而且这个性命攸关 那是要打到人民的身体 他还告诉你说 如果无效 安全没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效的话 把抗炎 把抗炎增加就好了 哎呦那是无用心的人 真正 当什么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陈志良说 蓝绿被下架 会是趋势迎接新政治文化 集中选票 头一号 柯文哲 这是小草吗 这个 这个是翁齐 围齐吗 栋哥你要回去 追猴也尊重你 但是你不要造谣 否则不好的话 也会反转的 临北寒粉 年轻人会再次创造奇迹 跟着阿伯一起 冲八一七 老爷别这样 三个败军之将 怎可言勇 K 利 天大豆 不同的立场 选前几天 头发一向都确定了 不觉得这个时候 寒气宝会有用 会相信美丽岛 转头猴的 前面就转头了 其实的确很多 该定的心意 都已经决定了 李宇利 可有条件支持 费死 请问这句话 哪里造谣了 死刑犯终身监禁 难道不是国家 养到老吗 养到死吗 叔叔说 阿伯先断奶 在出来选 因为政党要轮替 所以 因为是三 拍谁 林北韩粉 我每个都照念 都很公平的 林北韩粉 管粉 管粉 拍谁 管粉 五十岁 哎呦 这个是管长的粉 五十岁以上选民 是不团结的 蓝绿各半 但是年轻人不愿意投 国民党只是事实 转头阿伯 才能真正下架民进党 这论述没真意吧 还有吗 前面念过了吧 大家意见不一样 对 各有 都有 但民党就希望你们分裂 越分裂越好 现在到八点四十五分 欢迎回来中文宣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当然现在不能够公布民调 也不能讲民调 对 但是在很多 这个各种专家类型的分析里面 都认为 今年的选情 因为撒卡都的关系 特别难以捉摸 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那才封关前的各种资讯 也是同样 会让大家觉得 这很难说 这拼的 那这种氛围跟心情 当然就民党的战略来讲 就会希望再也越分裂越好 互相攻击最好 对 淋泡戏 淋泡戏 躺着赢 那但是 在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 在最后的阶段 选民做出判断 不管是集中选票 不管是 或是 之前我们讲安哲秀现象 有没有可能发生 中间选民 还有选票的移动 就是胜负的关键 对 现在不管在 这个 我们直播也好 这种 有操作 这种 替保现象的 大概我们都有看到 那我觉得 选举剩下 距离投票四天 看到国民党 现在 他是用一些政策 来打动 一些年轻选民 应该是用 我们的钱吧 去绑票吧 但是 但是 这个钱 他是 花出去的钱 他是 撒在人民身上 你像 昨天赵少康 他有讲 又是新的一个政策 他说 这个区域的 大型医院 这一些 护理人员 那是不是要 加薪一万 那我 刚好 我女儿 他就是一个 护理人员 他从 他现在做两年多 他从 做的第一天 到现在 他每天都想离职 可是因为他有车带的压力 我们还是 希望他继续 再等一下 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医护人员 真的 真的很累 他想要加一万 那样子 对 所以说 他真的 而且因为医护荒 医病比例差太多 然后各种健保制度 他们也没有办法 像私立医院 想多赚点钱的话 大概可以好一点 可是因为很多制度绑住了 对 就会有困难 如果说 用供给的 其实 效果比较不好 我们要讲正面来讲 我们侯友宜 如果你拿到当总统 还真的很多正面 包括你不管是劳工 或者是公务员 以后新鲜纪念资那一天 就给你领薪水放假一天 为了要爱这个国家 五一楼 劳动节都是叫 劳工有放假 公务员照样 可以给你放假 我昨天看到 我们隔壁有一个 这一堆年轻人 带了两个小婴儿 我说 你如果投给侯友宜 一个人一万 两个人两万 到五岁的时候 他读那个私立的 他读私立 再给你一万 而且第三胎 再给你一百万 叫他生一个 他给你一百万 我说像这种 像你 如果说 你是不会再去说 生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 求不起我 留职听心 以前的话 是按照你的 投保薪资的几分之几 现在是全新 投保薪资的全新 给你 所以说我觉得 尤其是108克刚的部分 一定要调整 这一点打动很多人的心 还有他昨天有讲 公立的 私立的大学 研究所 全部免学费 对 全部免学费 欸 只有10万人 只有10万人 只有10万人拿不到 有100万人可以拿得到 有100万人 所以 欸 年轻的 欸 四年 都免费哦 学费都免购哦 这 真的对你帮助很大 拜托大家 还有65万 我关心比较低啊 他说 我的健保费 65岁以上 除非你现在很有钱 或者 你就是统统免缴 这个 所谓的健保费 不用缴了 就是 你看每个人有 感受的证件都不一样 真的 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 七天 七天假 就是照顾 七天家庭照顾假 以前是没有薪水的 现在给你半薪 嗯 你看看 还有你们女生的 生理假 一年只有 欸 三天 他现在给你六天 你看 现在都没有什么假的啦 哈哈 尤其是年金改革 他已经答应了 一般人上班族就有很大的影响 对啊 那年金改革 军工教 警销 啊 我现在特别跟你们提醒 你只要投给侯友宜 他一定会重新检讨 民进党所 对我们剥夺的 年金的部分 他重新检讨 所以 我们有希望可以要回来 他们是要能够要为七成啊 当然 侯友宜说 我尽力去帮大家 完成这个梦想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需要发展经济 绝对需要核一核二三的核能发电 全世界呢 有 欸 一百八十多个国家 欸 他们对于所谓的核能发电 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美国 中国 南韩 中国现在才是有五%核能发电 他准备发展到三百个核能发电厂 可以到达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占比 现在南韩也百分之十九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百分之八还在那边 想要把它变成零走回头路 所以我们线上的朋友 你一定要支持国民党 我们的核能才不会被归零 一旦归零就是我们走向灭亡的时候 所以千万要记得 所以政策 我觉得政策真的非常重要 像包括最近的这个Face这个议题 你看侯友宜他就说嘛 对坏人要更坏 对好人要更好 我也是支持死刑 我觉得真的 有一些人真的是太过分 伤害人家全家 然后得到自己的利益 这件事真的没有共鸣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要 今天我们讨问王欣怡 他家人他姐姐 就是蚕死被砍三十九刀 对啊 如果他讲了一句话 我非常有感触 他说你一条命一命敌一命 你很了不起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家人认为你死一百次一条命 都比不上我姐姐的命 因为是家人 对 所以这只是最起码的公平正义 你应该要负起的责任而已 你觉得你很了不起 什么一命敌一命很厉害吗 没有 对家人来说 那是最起码的 所以我们最后一点结论的时间 我们来讨论一下 现在在这种氛围底下 你看看 有可能的产生影响 高端死刑政策之外 所以像今天又有个新的 一位不分虚立委 明朗的影片又被 什么也是说是动作片 又被流传出来 当事人又说是 假的啦 中共戒选啦 那像 比较明显是调查局 都已经有一些管道 传出来告诉媒体说 鉴定都是真的 的情况 像这种事情 就是又有什么婚外情 又有小三通 赵天龄系列的小云什么的 你觉得这种事情 发生的原因 破口吗 我觉得它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八年 吃香喝啦 真的 吃糖吃地 吃到全身旧 金氏是因为很小的啊 所以开始就会想到 淫荡的事情 很简单 是说保暖 你看这一次 这个 柯文哲的团队 已经有七个 因为命带桃花 就已经 柯文哲没有了 那个是 刚刚讲错了 是赖清德 有七位立委 都因为桃花事件 而宣布退选 你看这个 民进党执政这些年 真的是 真好做金克 对 我只是问说 从你高雄好 民进党执政家 真的不在乎吗 我看他们就是 真的 绯闻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没有发生在 我跟你说 这十对真的 像我的中人就好了 我跟你说 你如果执政民进党 如果这样 是要去笑 不要再卡 我 我们中人我跟你说 你如果执政民进党 你这个 孙世 会告冠的工作 会没去 他怎么跟我说 你知道吗 没去 我说这个是靠的 不要紧 我就是 民进党比较好 你就是自己的 亲人 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他依然还是要 投给民进党 我一直说 就算看到他 这么多影片 录音带 有些他根本 他也是 价值 已经硬了 所以我都问说 他在立法院 到底修了什么法 做了什么 比较重要的事情 大概只有把通奸罪 除罪花了吧 没有 对 其实我 这一次 因为韩国瑜 接任部分区 到现在 然后 其实 国民党最打动 我的一个政见 就是 成立的真主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知道 这些年来 民进党吃香荷辣 到底里面有多少 黑金挂钩 这些 贪污 我真的非常 非常想知道 这很关键 我最在意的就是 鸡蛋 我们先不用说 这个口罩 国家队 真的是 一个口罩 零点六块 你要叫我们人民排队 然后去购买一个 要卖九块 八块 九块的 其实一个 对照顾老百姓的政府 你应该说 请里长 赶快发放这些口罩 给里长 让里长 免费发给你们这些 里民 让每个人都可以 确保他的 这个 生命产甲安全 对嘛 国家养你的 基本应该你要负责责任 对啊 就我们排队给 民进党政府这样 好像 白兔红唱 这样 你要跟我唱 我又白兔 大家又唱 人家买不到 噩梦 对啊 这个很多 那每次选举 他们就觉得 我就觉得 他们都很有钱 因为有很多事情 好多资源 国家机器 很多事情还不好说 因为在节目上 我也怕被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 五公斤的米吗 还是什么 对对对 这个是事实 这个我们大家 底下都有看到 那 我还是觉得说 如果这三位候选人 我还是比较喜欢 侯友宜 这样比较下来 因为 经由韩国瑜的推荐 那我觉得 这段时间跑下来 我觉得 侯友宜跟韩国瑜 他们感情变得很好 侯友宜还跟我 说过一件事 他觉得韩国瑜 非常有意气 然后 真的 他非常的感激 韩国瑜 他经常到南部去 拜票 那我也经常跟他 接触 我觉得 跟侯友宜讲话 他是 眼睛都是盯着你 那种眼睛散发出来 是一种诚恳 那跟韩国瑜 我也跟韩国瑜私下这样 讲话 韩国瑜都是眼睛盯着你 轻轻的听 听你 讲什么话 可是我朋友 跟阿伯 吃过饭的这些人 还有跟他交谈过 他眼睛是飘的 他是他的习惯 侯友宜 这两天讲话 有发现他决心很大 很大 他一定要把中华民国救回来 一定要让这个国家 变成正常的国家 很有决心 我看到那个眼睛 我们要的不多 不多不多 对 他那个眼神 你注意看侯友宜 真的 你一定要支持他 而且他担心的就是 林静良继续自政 对 倒不是说真的 我们时间到了 总之尊重大家选择 但是希望政党问题 是一致的目标 休息一下 拜拜